第109章 猜情尋 趙善善一開門 著實嚇我一跳 他屋子裡全部都是年輕的面孔 善善的同學大概來了六七八個 咦 你叔叔也來了 快點進來 趙善善一側身就讓我們進來 裡面跟同學介紹 這個是我樓上的鄰居 那群年輕人一起看我們這邊 有些人對著我們點了點頭 擺擺手 而我們的李靖美天王 又擺出一副平易近人的微笑 我只不過覺得有點尷尬 原本我是想著快快把東西放下就鬆人 這樣看來有點不可能 黃芳在廚房裡出來 看到我們有點猜疑地說 你們有事找我嗎 我走到趙善善身邊 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生日快樂 而李靖 傻傻傻地把米奇老鼠提到前面說 你隻狗送給你做生的禮物 趙善善疾了一下 屋裡瞬間安靜到極點 緊接著一陣爆發的笑聲 我無地自用到差點就賣的頭在地上 我說這個離靜 原來搞這麼久根本就不知道米奇是什麼 叔叔啊 那個是老鼠不是狗啊 沙發上坐著一個年輕人 他不以為然地說 他的表情淡淡然 給人一種目中無人的感覺 沒錯 就是差點跟趙善善搞出緋聞那個斷細橫 離靜是什麼 反正這家店廢了我好大心思 你好好待著 那些年輕人聽到又笑了起來 這個離靜的造型 活脫脫就是一個黑社會 但是 神情正中地遞了一個暴華娃公仔 這樣的場景 發上小藍書或者發上偶音的話 絕對就騙過那個Ini那個 當然啦 話題肯定就是 勿忘父愛這些強調親情的 也可能是不發分子 染子未成年少女 這樣的警示 趙善善哭笑不得地接了一個禮物 說聲 多謝 我小聲地跟李靜說 你這個禮物 絕對留下給人家 深刻的印象 然後我想拉著他走 王芳很客氣地說 不如坐下吃個飯吧 這個不如 真是一個神奇的詞 尤其是用於邀請的時候 其實 是一種很委婉的說法 說不如我送給你 不如我埋單 不如你欠我的錢沒有還 可見王芳真是沒什麼誠意 想到想不到那個李靜 她說好客 然後一屁股就躲在沙發上面 和那些年輕人 你眼望我眼 這個時候有人敲門 趙善善起身去開門 聽她說 女叔叔你也來呀 女同賓笑咪咪地走進來 她說 聽說你今天生日做壽星仔 然後令轉身跟我說 我看到你台車在下面 知道你在這裡 所以過來問你今晚吃什麼 李靜說 我們就在這裡吃 呂動賓 不是很方便吧 王芳就說 沒什麼不方便的 這個時候王芳還可以說什麼 李靜對著呂動賓揉一握手 過來坐 然後在他們家屋裏面 一段短暫的冷場時間 不過很快樂 那群年輕人又有說有笑起身 斷世衛 躲到趙善善身邊 遞了一個包裝得很漂亮的盒子 用不高不低的聲音說 善善啊 這個我送給你做生日禮物 啊 那我拆的啦 趙善善接過來 就拆了最外面那層包裝紙 所有人的目光 目不轉睜地望了過去 等到裡面的內包裝盒露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很羨慕地說 嘩 是華為P50 Pocket 打開的盒子 在裡面放了一部 華為P50 Pocket幾個手機 最近風頭最盛的那個華為新產品 王芳也都將目光轉移過來 不過沒有什麼表示 趙善氏好意外地說 哎呀這個禮物太過貴重了 我不能計要的 段世宏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之情 哎有什麼貴重啊 你喜歡就可以了 趙善善說 這個我真的不可以要的 段世宏有些急目的說 你不要不要啊 我特地買給你啊 你有了他之後呢 我們就方便聯繫咯 在旁邊看熱鬧的李靖 靜悄悄地問我 那個那個值多少錢啊 呂洞斌搶先回答 起碼八九千元啊 這個年輕人用的都比我高級啊 我才是華為樂華狗而已 李靖悄悄言地說 無事獻恩勤 非奸即賭 我這個年輕人 顯然是對我們善善有非分之賞啊 我細聲地說 哎呀關你鬼事嗎 人家又未是你媳婦 段世宏見到趙善善不要這份禮物 她面子上面好像過不去 過恩隨直接把手機塞到她的手裡 這個時候黃芳走過來說 善善說得沒錯啊 這個我們真的不可以要你 段世宏說 啊為什麼啊 黃芳說 一來呢這個手機太過貴重了 二來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很大的用處 所以一直都沒有跟她買 段世宏說 但是很多同學都有的了 黃芳說 那你們這家方便找善善就行了 反正她最喜歡湊熱鬧的了 然後那幫小孩一起笑起來 趙善善伸一伸條舌 把那一盒電話放給段世宏 段世宏滿臉通紅 炸戒以開玩笑說 阿姨啊 你真的不收的話 我我就沒面子了 黃芳簡直哭笑不得啊 哼哼 這個年紀 正是那些年輕人 自尊心最強的時候 罵又罵不行 說又說不聽 何況黃芳都不是認識得罵人的那些人 但是旁邊的李靖忍不住啊 他說 人家都說不要了 你還堅強塞過去 你一個年輕人還要什麼面子啊 段世宏正是窩火 見到李靖過來潤他 立刻在這裡冷笑 哦 我都不會沒有那麼大的頭 穿那麼大頂帽的 韓韓酸酸的買個爛鬼暴娃娃 送給人的事 我做不出了 呂洞斌就著眉頭他說 小小年紀就以貌取人 那把嘴還有那麼多淚氣 李靖想說什麼 又找不到合適的措詞 他認為如果不牽涉到喇喇的話 就絕對不會和那個年輕人浪費口水 趙善善見到他們兩個有口角 就把米奇公仔放在他們兩個人的中間 搖一搖他笑著說 下次你都送一個這樣的公仔給我啦 段世宏秒秒嘴 他說 我一是不送 一是送最好的 你喜歡的 我下次送一個限量版的BB公仔給你 連我都看不過眼了 我嘻嘻一笑 你們這些人 那麼喜歡送限量版的 那些奸商真是被你們送到壞了 知不知道什麼叫真正限量版啊 不悔一下吧 段世宏聽到我浪費他 他冷笑 哼 窮人只是會這麼安慰自己的 這些就是你們窮的原因 他拿著趙善善善手裡那個公仔 望了眼 極之不褫地說 這些這樣的東西 送給我我也不要啊 我和李靖兩個對望了眼 都覺得好好笑 我們兩個肯定不會和那個年輕人計較吧 不過這個年輕人 牙尖咀利確實令人領教 然後 呂動斌忽然之間一笑 他說 咦 你怎麼知道我這個東西不是限量版的 那你說下限量版的有什麼好處啊 限量版 段世宏現在就說不出他所以言出來了 呂動斌說 我們這個限量版是可以和人家交流的 段世宏哼一聲 哼 年紀這麼大了 還是吹水不抹嘴 嘿 說都無謂 吃都會滴 你出條題啊 我看看我們這隻狗做不做到 嗯 我整頭黑線了 我說 斌哥啊 這隻是老鼠來的 趙善善見到我們雙方這樣 馬上過來打圓場 蛤 不是和我過生日嗎 怎麼會說起限量版來的 來啊 我們吃蛋糕了 他根本就很明白 根本就沒有限量版這家 不過 是因為李靖和呂動斌 無論怎樣說都是長輩 就怕段世宏講義太過分 段世宏見呂動斌不出聲 得意洋洋地成勢追擊地說 誒 都沒有說過難的 你說等他站起來和我見個禮 我就服了你了 呂動斌笑著說 哈哈 這個太過簡單了 你出個難一點的 段世宏凌轉身 他跟趙善善說 這個不是我搞事啊 趙善善也很無奈地看著呂動斌 呂動斌毫不在意 他說 不要緊 你儘管出題吧 段世宏也不絕笑 那不如你等這隻和我猜呈尋吧 趙善善的同學一聽到又笑起來 這東西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惡意玩笑 因為我們買的這個米奇公仔 手上就是四隻連起來的手指 他如果和叮噹貓猜呈尋的話 他就一定贏了 想都想不到呂動斌說 好 那我們就給猜呈尋吧 當然啦 你和他猜呈尋的話 就一定要三盤兩勝才行的 他走過去 把米奇公仔放在沙發上面 我數一二三就開始 段世宏反了白眼 無聊 然後就走開了 呂動斌一下扯著他 咦?你做什麼?不敢啊? 那就是認輸的了 段世宏扯開他的手 好輕烈地說 啊?那我連續出三盤戰呢 行嗎? 說完 他好灰顯地伸出兩隻手指 對著沙發上面的米奇老鼠公仔 推了過去 咦? 那隻公仔突然好像很有靈性 忽然之間舉手指 四隻手指連在一起捲成一塊 變成一個拳頭仔 對著段世宏那邊舉了起身 那群俊子原本就去飯桌那邊的了 單是只抱了三兩個好隨意地望沙發一眼 然後立刻驚叫起身 其他人轉身過來看到這一幕 個個都好猜疑到身身條理 段世宏完全被他震住了 他說他根本都想不到一個做工躁躁的公仔 竟然會搖 在他的認知裏面 這件東西根本連電池都放不下 這群俊子慶智勃勃地圍著過來 七嘴八舌地說 再來呀再來呀 呂洞斌笑嘻嘻地說 哈哈 你遲不算數 我數數重新開始一二三 一 二 三 段世宏都沒想那麼多 他很鄭重地伸了個手掌出來 他都幾聰明的 他認為這個米奇老鼠公仔 最多就出個包或者出個打 於是他出個包絕對不會輸的 但是 等所有人大跌眼鏡的情景又出現了 那隻米奇老鼠公仔 原本連在一起的手指突然之間分開 做出一個明確無比的剪刀 只不過他這隻剪刀出得很可愛 但是對段世宏的打擊 卻是致命的 那群俊子圍在這裡一看 哇 又是鼓掌又是歡呼 好多人躍躍欲試的 你等我來呀 段世宏每面通行這樣推黑所有人 不行 我一定要贏他 他一邊自己掃掃 一邊自己在這裡變換招式 但是不理他怎樣變 這隻米奇老鼠公仔 好像剛剛好就黑制住他 四隻肥嘟嘟的手指 零動無比 但是他的手掛動都不動 看上去的樣子又傻又可愛 就這樣一個人 和一個布娃娃之間 就進行著一個高深莫測的比武 不過段世宏 絲毫無還手之力 吐吐都輸呀 趙善善看到這個公仔這麼可愛 他過去抱著一個公仔說 哎呀 原來這個公仔這麼神奇的 以後就有人陪我玩啦 王芳都微微一吃驚 他問李靖 這個不便宜吧 李靖得意啦 他說 嘿 趙善善喜歡的就行了 段世宏疾了一會兒 一下搶那個布娃娃公仔 就這樣看 然後和善善說 這個是哪裏產的 我都送一個給你 我哼一聲 我說 有些東西不是有錢就買得到的 這個是全球限量版來的 只是一個 沒有可能的 段世宏對著這個公仔 起勢地研究他的背部 希望可以看出一些產地的訊息 而這隻米奇老鼠公仔的手 剛剛好 隨著在他的袋旁邊 我看到啊 他用分開的兩隻手指 將段世宏 準備送給趙善善的那台 手機神不知鬼不覺地夾了起來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第110章 請食飯 在場的沒有一個人見到 米奇老鼠夾走人的東西的小插曲 那群年輕人驚嘆了一會 就去切蛋糕吃蛋糕了 呂洞斌神色淡然地 拿出米老鼠公仔過來 順手把他的戰利品拋在手上 李靖華 多謝呂兄 他知道 對一幕 就是呂洞斌動用自己的法力幫了他 我自然而言 心知肚明 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如果呂洞斌玩得更加放開一點的話 他絕對可以有能力 等隻米老鼠公仔 做一餐滿堪全席給我們探 呂洞斌說 嘿 沙沙睡啦 這些年輕人要趁早教 你現在不等他碰碰釘的話 大個還得了呢 我小聲地說 嘿嘿 斌哥 你老人的東西是挺順手的 呂洞斌晞晞一笑 嘿嘿 他又不欠這個 我很羨慕地看著他手上那部華為手機 不如借給我玩兩天吧 好好好 拿走拿走 黃芳在桌那邊招呼我們過去 快點過來吃蛋糕吧 就在這個時候 我電話響了 是盧賴的電話 電話裡他開門見山地說 我爸爸想請你和楊健吃飯 楊健就是我幫二郎神起的化名 盧賴他爸爸現在一個心都是敲天犬前敲天犬後 他哪有心思在我那裏 擺明就要見人來狗主人 盧賴說 你知道的話我就不多說了 可不可以過來啊 我跟他說 我現在的身份 是你們家的未來姑爺來的 外父大人叫到這樣也做不到的話 那你就穿布了 盧賴很誠懇地說 是呀是呀 我還是那句說話 如果我真的喜歡藍的 我就張袖張袖吧 半個小時之後 只要在林生廳那裏見 然後他就加一句 除了楊健之外 知道應該帶什麼了吧 我爸爸訂了一個大肩瓦間 知道了知道了 我們兩個可以不去 但是狗一定要去 是不是 醒目一會見 吸了電話之後 我跟李靖說 你吃蛋糕啊 我有些東西要處理 呂洞斌說 那我和你一起走啊 我又不用過來看未來媳婦仔 李靖都沒空管我們 因為他滿面笑容地在 和那幫年輕人訂蛋糕啊 我剛剛上樓 還沒跟楊展說這件事的時候 林海就打電話過來了 他直接說 我想請你們吃飯 行不行嗎 我忍不住小小聲地說 哇那鬼呀 今天這麼多人請吃飯 還有誰請你們吃飯 我沒事不衝突的 然後我很好奇地問他 不過你請我吃飯做什麼呀 為什麼呢 林海在電話那裡說 昨天那個綁架案有了申請 我主要找你了解了解當時的情況 所以這頓飯也在公也在私 咦咦 看來我不去不行 你們警察六口公是這樣的路數嗎 這麼人性化的 咦咦咦咦咦咦咧 這個時候 不宣愛阿欣賓的話 說不是到時候你們告狀 告到我們的局長那裡了 他然後實驗無神 小心翼翼地說 小鹿應該沒什麼事吧 不如一起吧 我嘻嘻一笑 哈哈 明律 這些叫假公祭司 既然請我吃飯的話 我話事就在紫竹林餐廳那邊 好一會見 我吸收了電話之後 就環顧屋裡大聲喊 在座的各位都有人請吃飯了 我們一起去庫宴吧 楊子儼和劉小鹿都沒多想 一起起床準備出門口 我對著烤天犬喊了聲 你也跟我們一起去 烤天犬一聽 寬天起地地擔著波仔跑過來 嗯 平時這個點數就是我帶他出去擲波仔 楊展一邊在頭頂上綁上那條根 一邊在說 我發現烤天犬親你多過親我 皮皮見到我們集體出動 有點茫然地看著我 嘩嘩這樣一睡 皮皮就沒用武之地 我覺得他可憐了 於是拍拍他頭頂 你也一起去吧 我們一行四人二狗 浩浩蕩蕩蕩地去紫竹林餐廳 一下車我就開始猶豫 雖然有兩波人請我們吃飯 一方面 牢牢等都等不及 想跟楊展傾訴衝場 另一方面 林海也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希望多點跟劉小陸單獨相處 唉 那我跟呂洞斌 應該在哪裏吃好呢 好了 這兩波人已經到了 開的包間都在隔壁 我乾脆先把劉小陸送去林海那邊的包間 交代了幾句之後 就帶著呂洞斌 來到魯爐的包間 魯爐的眼裡 根本沒有其他人 整天看著人家敲天犬 就像看著自己的老情人一樣 幾近流馬尿一樣 魯爐跟他介紹過楊展之後 魯爐很試探地問 你這隻狗不會賣的吧 楊展直接了當地說 不賣 魯爐說 我都知道你不能賣的了 你在哪裏撞到牠的 魯爐很無奈地說 爸爸 還沒怎麼送的 喔喔 先吃飯吧 魯爐心不在然地點起菜單 魯爐說 不要點得那麼辣了 海鮮也不要辣 楊健還有傷的 魯爐樂高的頭 摸一摸她自己的女一眼 又摸一摸我這邊 意味心腸地點了點頭 然後開始點菜 她說 喝不喝酒呢 魯爐說 要喝你們喝 楊健不能喝 楊展說 我沒所謂的 魯爐很欲謹 她說 什麼沒所謂的 你還有傷的 然後她走到楊展的身後 給我看看你的傷口 說完自己便動手 讓她弄人的崩帶 這段時間 她照顧楊展的傷勢 這套動作已經是家興咒熟 魯爐皺一皺眉 又摸一摸我 很不自覺的咳咳一聲 楊展都覺得 在這些情況下 解開的傷口不太方便 就縮一縮 魯爐說 你們做什麼 我是一個護士 我是應該照顧病人的 在這間包間裡 氣氛 罩完之間 開始變得很尷尬 呂洞賓打蝦 聽說魯先生喜歡狗 魯爐很認真地說 我不單止狗 所有動物我都喜歡 我滴起的皮皮 打叉他們說 你看看這隻狗是什麼品種 魯爐接著皮皮 看了很久 她小小聲地說 哎呀 這隻狗呀 我被她的反應嚇了一跳 這條老坑 是不是真的認識皮皮的身份呢 結果 魯爐 哼哼哼哼哼了半天之後 她說 這隻狗的品種 不太好分辨 我故意在搞笑 你看不看出她什麼血統 用你們的動物學術語來說 魯爐搖一搖頭 這個應該是混血狗 皮皮的表情 立即變得很複雜 我估計皮皮可以正常 哼哼哼的話 一定摺到魯爐整臉都是 等到盧拉檢查完楊展的傷口 魯爐都點完菜 她扶一扶自己眼鏡說 啊楊先生你在哪裡高咒啊 楊展 呃 做一聲 魯爐看到楊展頭頂那個崩帶寫著 考研兩個字 她語中心長地說 其實不一定要考研才有出路 再話說 楊先生的經濟條件應該不錯吧 雷動斌稀稀一笑 楊先生確實是一個典型的官二代 她的舅舅很有背景 魯爐根本沒興趣知道這些做事 她嘔吾嘔了半天 她說 可不可以握握 你在哪裡遇到這隻狗的 魯爐太氣了 他知道她爹遲早要問這件事 楊展又看一看我 又看一看魯爐 都不知道該如何講好 魯爐小心翼翼這樣說 這個有沒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呢 當然啦 如果楊先生不方便透露的話 也沒有相關的 這次盧拉真的忍不住了 她對著楊展說 你就跟爸爸說一下吧 她想這些事情想到就脫掉頭髮了 如果是按楊展的性格 不想說就不想說 你未說一個普通人類的動物學家 就算是皇母娘娘劉魯陸他們 如果搞到她不屁股的話 她照樣拍拍屁股走人 不過這些性格的人 從來都不喜歡欠人家的人情 盧拉幫她搞好一隻手 她連一句正式的多謝都沒有 現在盧拉一出聲 她只能夠咬咬牙關的說 是…是我在雪山裏撿的 魯魯的眼睛放光 雪山?果然是雪山 是不是喜馬拉雅山? 呃…好像是呀 魯魯好興奮 興奮到擦了手她說 唉…這樣就對了 想來中華黑雪頂 只是在喜馬拉雅山一大活動 然後她又掏出資料 和一些極其珍貴的照片出來 給楊子掃盲了 只在告訴她 中華黑雪頂呢 是多麼真希名貴呀 這個阿伯一說起狗上來呢 就滔滔不絕 我們連插嘴都插不到 不過… 乖乖地吃菜咯 楊子掃盲聽到半天都一頭霧水 她說 狗就是狗 還有什麼品種之分呀 我一聽這句話 就知道要閉加火了 這句話 就是拿把刀來 擠在你老伯的胸口上面 果然 老奴一拍桌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的 你知道 發現一個新的物種 哪怕 是一個品種 對於我們人類 是有多大的意義呀 楊子掃盲地看著我們這邊 有…有什麼意義呀 我哪知道呀 看我做馬桥呢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嘴了 沒辦法 對咯 我夾了一塊香辣蟹 含著嘴裏面 含含糊糊的說 嗯… 真是有意的 當初不是有人發現 蟹可以吃嗎 楊青湖大閘蟹 就不會買得那麼貴了 後來我才發現 我回答的東西 簡直牛頭不搭馬嘴 這個不是發現一個新的品種 而是發現一種新的食法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突然之間 最多的小的小人 這個小人 不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